翻冰冰与李晨过去曾交往四年 南方还求婚成功 也因为翻冰冰的关系收获了高人气 受邀登上各大综艺节目 以及出演多部影视作品 不料翻冰冰后来被爆出涉嫌逃漏税 阴阳合同丑闻 成为未婚夫的李晨却身影 并未出面替女方说话 后来两人与2019年分手 近年来李晨接连推出作品 但讨论度一直不高 除了担任综艺节目奔跑 拔的固定班底之外 几乎没什么其他代表作 日前他宣布参与白人竞技真人秀 势不可挡 让粉丝们感到有惊又喜 纷纷留言为他交了打气 然而部分网友感叹 李晨几乎都活跃在综艺节目中 成为综艺咖 影视方面却始终没有出圈的表现 为他感到很惋惜 不过也有不少铁粉发声为李晨还家 强调他其实拍了好几部电影 且最近也有新片要上映 不了解的人就别乱说了吧